大家好啊 朋友们好啊 哎呀 中午就休息了这么一个来小时啊 我又精神抖擞的了啊 睡不着 我上初中的时候啊 我妈说呀 我只要每天中午睡午觉就给我钱 我就不睡 哎呀 想这想那的 什么都想脑子里各种事就跟着过来过去的 就是不爱睡觉 这真没招 哎哟 哎呀 在跟大家聊聊什么呢 还是 想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啊 二十来岁 二十郎当岁认识的那些 亲朋故旧吧 那些老朋友吧 有些人是我的老的合作伙伴啊 说一个人吧 嗯 别说他叫什么名了 是吧 连他的姓也别说了吧 都孤隐其名啊 孤隐其姓 不说了 就是说这个人啊 我是觉得啊 这个人世间啊 善恶因果 真的 不是说我们 不是说我们任命 宿命论 忍气吞声 第三下四 是吧 委屈求全 不是 是确确实实 一个人 你所做的事 如果你做的是善 是吧 那你如果没收获善 那是你 倒霉 但是如果你做的事 你就不善 那你要遇点不好的事 那周围的人就会认为 就似乎应该就这样 是吧 这就是善恶因果 没别人不会同情你 这位呢 是一位女性啊 女性 是个北京人 呃 个子不太高 也不太矮 胖 最关键的就是满脸横肉 满脸横肉 脸特别大 满脸横肉 这个人呀 你如果会相面啊 就是你看出来 这就不是善茬 不是善茬啊 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不懂 一开始呢 我跟他不认识 呃 我呢 也是 其实从93年1月8号 我就正式辞职了 辞职之后 我就再也没挣过 有数的钱 严格来说 从92年 我就开始给自己挣钱了 就开始给自己挣钱 就就要比 正常的每个月的工资 就要多出几十倍了 当然啊 不是每个月都那样 但是 确确实实 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好汉不挣有数的钱 做上买卖之后 你再去上班 是 不太容易了 然后呢 我是先认识了北京市香油厂 北京市香油厂 有一个经营部 类似于劳福或者三产 第三产业公司的经理姓张吧 他姐姐 跟他姐姐我有合作 他弟弟 那个张经理 有个门事部 好像就在海淀区 四道口啊 还是五道口啊 就是一个铁路道口 铁路道口边上 有个小院 有个小楼 也是做粮油批发的 北京市香油厂的一个第三产业 他姐姐 他姐夫呢 是 北托 北京拖拉机场 德胜门外 在那儿 然后两口子 两口子也是没孩子 还收养了一个吧 好像是他弟弟的孩子 他弟弟的儿子 还是姑娘 好像儿子 就在他们家 两口子给养着那孩子 他们家好像住团结湖那一带 团结湖 呼家楼 团结湖 住在那边 然后我们有一些合作 后来呢 又通过他们 认识了这位北京的女性 这个满脸横肉 壮胖 他也搞了一个批发部吧 在六里屯 尾子坑 搞了一个批发部 就是现在的朝阳公园往东 这那一片 叫什么泛海国际吧 什么那一片 也都盖楼了 再往东 就是什么姚家园了啊 然后往南 石佛营 就这一片 现在都是大宽马路了 原来那个马路 那叫一个窄呀 坑坑洼洼的 经常堵车 然后在马路北 一个大院子 他们搞了一个批发部 他呢 是经理 他找了一个合伙人 算是他的副手 副经理 一个东北人 满族奇人 是 是哪了呢 是辽宁秀岩的 辽宁秀岩满族自治县的 他们俩合伙 后来我通过那个香油厂 那个劳福公司经理的姐姐 认识他们之后 后来我们开始合作 开始合作呢 就是说这个人吧 反正 虽然满脸横肉吧 但是他比较男性化 就是说他没长出 那个女性的那种柔媚啊 那个女性的那个感觉来 他像个老爷们 所以他比较有外场 比较有外场 所以他能挑起买卖来 然后呢 各方面吧 也算比较有外面 还行 我们一开始处的啊 他的性格也挺爽朗的 然后也挺 是吧 就北京那种 姑奶奶也好 大姐也好 挺能聊 我们合作的还行 后来呢 就 他们家发生一什么事呢 他老公 对 他吧 比较强势 他老公就比较弱势 他比较阳刚 他老公就比较阴柔 他老公呢 我还记得 白白净净的 反正这是中流个 这有两座小胡子 他批发部吧 得往外送货 他呢 就坐镇 他经理嘛 他老公会开车 他们家有个130卡车 他老公呢 哪要货 他老公就给送货去 就这样 还雇了一些伙计 还雇了一些伙计 这个今天7月2号啊 现在下午4点 外边阳光灿烂 阳光灿烂啊 今天礼拜四吧 2020年7月2号啊 昨天是7月1号啊 共产党的生日 也是香港回归的日子啊 也是港版国安法通过的日子啊 通过的第二天啊 然后这个 他老公开车 白白净净的 姓什么 也不别说了啊 他老公人不错 挺好的 挺温和的 没事 可能就爱抽颗烟什么的 也没什么爱好 然后 他们有个儿子 对 那个儿子吧 说话有点囊鼻 囊鼻 有的叫大舌头 这个叫囊鼻啊 有点这个鼻子囊囊的 说话多多少少 有点大舌头 他那儿子 像个小姑娘 白白净净的 也相对来说 比较瘦弱 老实 他那儿子有时候 他妈 他妈不是厉害吗 有时候稍微呲的两句 哼的两句 数了两句之后 那儿子还哭 那儿子大概当时 十岁左右吧 我那会儿也就是 二十出头 就跟他们认识 在一块儿 有些生意 就跟他们合伙 然后呢 他们家呢 不知道是这个女方 是这女的 还是这男的 哪边的亲戚啊 是河北宝定 来了个小姑娘 是他们家的亲戚 年轻 年轻 长的吧 我有点忘了 不太记得了 个不太 个挺高的 个挺高的 身条不错 北京的条 是吧 长得漂亮 叫牌亮 这个身材好 叫条顺 条挺顺的 是个大个 一个姑娘 二十多岁吧 具体的我也没打听过 我甚至跟那姑娘 也很少说话 见过 因为我不是他们的人 他们那个 这个北京的女的 和那东北的那个 满族那大哥 他们俩合伙人 我是跟他们合伙的 但是我不是他公司 不是他这个批发部的人 我们是具体的 某一个生意的合伙人 有一段时间合伙 后来就特别逗 这个女孩呢 那会儿说让她跑业务 是不是 他年轻 又是姑娘哈 那意思 各单位管事的男的多 让他出去跑业务去 他跑业务呢 他北京不认识 他从 他从保定过来的 就让这个 这个这位经理的爱人 不是会开车吗 他带着他去跑业务 结果没过了多长时间 这俩人 是吧 就说 就发生了 就算叫什么 苟且知识吧 是吧 此处省略一万字 也别给人描述了 结果就当着我们的面 搭起来了 就是两口子 搭起来了 这个女的真厉害 就像个河东狮猴 像个母老虎 咔嚓咔嚓 给他老公的脸 全给挠了 雪道子 就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男 那男的也蔫了 本来就挺蔫的 挺老实的 蔫了 然后 那女孩应该就 走了吧 就走了 可能回老家了 这就是发生的一件事啊 另外呢 再说呢 他那会做什么生意呢 凉油嘛 就主要是 那会他主要是卖油 他从内蒙古 内蒙古的 河套平原啊 黄河百亥为富一套 河套平原那儿富裕 然后呢 种的是菜籽吧 种种的是菜籽 然后收获的是菜籽油 大概是林河呀 五元呀 就那一带 河套平原 他呢 这女的挺能干 胆也大 他就上内蒙古去 去这个收购 采购这菜籽 然后用火车皮 运回北京 到了铁路专用站 或者是专用线 或者是车站 然后他们再 用自己的卡车 或者雇车 再把货 拉到自己的批发部 再批出去 他老公呢 不能去 因为他的货 如果到了北京 他老公 他们家不是有那130卡车吗 老公得送货 得送货 所以呢 他带了一个伙计 带了一个伙计 这个伙计 我现在还有点印象 也是个年轻小伙子 好像比我还小 那么一点 也20上下岁 外地的啊 也别说哪个省的了 是吧 因为某些省份 确实给人印象不太好 如果我再说出来 有点雪上加霜了 就别说了啊 然后呢 那小伙子吧 因为那个年代啊 那是92年93年 他不像现在 现在通过微信啊 是吧 这种转账啊 他比较方便 这种电子付费的 那会儿没有 那会儿支付手段非常落后 包括我去外地 东北 山东 福建 我那会儿进货 这有危险 有一定的危险 是吧 他呢 让这小伙子 这个 跟着他 带了 十几万是几十万 具体我忘了 反正 是 反正是一笔钱了 然后呢 就在旅馆住的时候 好像他睡着了 还是去哪了 办什么事的时候 他那钱吧 他不得藏起来吗 藏起来的时候 应该是那小伙子 因为 别人也不知道 别人不知道 那钱藏哪了 而且 那钱没全丢 如果要是当地人 盯上他了 要来 拿这笔钱 那肯定得全没了 对吧 可是是丢了几千块钱 丢了几千块钱 可能他跟那小伙子 有那么两三个小时 没在一块 他可能去厂家 接洽业务啊 或者忙什么事去了 在这两三个小时当中 后来发现钱丢了 然后他就报案了 报警了 当然 唯一的 唯一的那个嫌疑人 就是那小伙子 但是也没证据啊 你有什么证据 对吧 人家也不承认啊 怎么搜 怎么找 找不到 那小伙子 铁嘴钢牙 在当地也关了一段时间 关了几天可能 然后 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就没办法呀 对吧 你没证据呀 应该是那小伙子 拿了那钱 可能跑到旅馆外边 某一个偏僻的地儿 因为内蒙嘛 内蒙我是去过七八回 内蒙很多地方 地广人稀 可能找了一个 僻静的地儿 然后埋了 埋了之后 自己应该做了个记号 后来这事就过去了 过去之后 好像那小伙子 还跟着他 后来也回他 这买卖这儿来了 然后那小伙子 跟我呢 有时候也说话 搭理的哈 他可能有六七个 七八个伙计 这孩子还比较外长 然后跟我也算认识 后来就闹掰了 闹掰了之后 也不能用那孩子 就给轰走了 轰走了 好像那孩子 还打电话来 还威胁他们 反正也挺浑的啊 你都黑了人钱了 你还嘴上还得占便宜 后来过了没几天吧 那孩子可能有我的名片 还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啊 我原来真没想到 什么秘密呢 我不是跟他们合作吗 跟他们合作 合作的话呢 我进了那个大桶油 就是四十五斤大铁桶 然后里边装三百六十斤油 是吧 三百六十斤油 加四十五斤的大铁桶 四百零五斤 我那会呢 能赦账 因为我原来不就是油厂的人吗 我干过两三家油厂 我跟油厂里边那些业务员 那些科长 都是我的原来的老同事 老朋友 所以呢 他们一个是我有点面子 原来关于不错 一个是他们也信任我 能让我赦账 赦账完了之后 卖的差不多了 或者我们商定一个账期 比如一个月俩月 再把钱打给他 结果 但是我呢 当时呢 九三年初 我没有自己的买卖 就是没有自己的营业执照 我也没有场地 他有个大院子 在六里屯位子坑 所以我跟他商量 跟他合伙 给他点好处 不是白用他 不是白用啊 我这个人不白用人 是吧 我给他点好处 这也公平吧 这也符合公平原则 他也答应好了 我就把那货 卸在他院子里了 就是后来 这个伙计跟他闹翻之后 伙计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您知道吗 说他对您做了什么什么事 我说不知道啊 结果那孩子跟我说什么 我大概两三百桶吧 具体数量我忘了 至少两百桶油 大桶油 他说 因为我不是天摊都在他那啊 我也忙我的事 我还要回我的家 我还要跑我的业务 是吧 就在他那存放 然后比如说送货 送货还单给他们运费 对吧 就是每一笔钱 比如说他帮我开发票 当时我没有自己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对不对 我我往外送货 人家结账得有票据 开发票 我给他税钱 给完税钱 还分他一部分利润 用他的车 我还不白用 对吧 咱不说这个了啊 反正那个男的 那小伙计打电话 说晚上 我不是回家了吗 他不是有一堆伙计吗 他让他的伙计 从我那个 三百六十斤的大桶油里边 每一桶抽十斤油 你想我要是二百桶或者三百桶 两三千斤油 这得多少钱 是吧 当时的价钱 我现在早忘了 92年93年的事 是吧 你就按三块钱一斤 六千块 或者九千块 对吧 你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和今天衡量 七八万 十来万吧 二十多年前 将近三十年前 对吧 所以你说这人 是吧 咱们再说啊 再说他这个人 他这人呢 你说他吃没吃亏 他坑人 坑人害人的 心术不正的 必然吃大亏 因为他老想着占便宜 可是人的贪心 你想占便宜 别人就给你下好了套了 就给你做好了局了 给你挖好了坑了 你今天不被坑 明天不被坑 你后天一定被坑 就这个人 后来被坑了一笔大的 什么一笔大的呢 当时做什么生意呢 走私油 就是进口的这个油 比如说大豆油 棕榈油 应该上税 有一部分人 应该是把海关 口岸上啊 打通了 怎么打通呢 我不是特别清楚 其实就是很简单 花钱吧 另外可能你再认识几个人 然后有人专门做 走私油生意 比如说在天津 在秦桑岛 口岸上 港口里 卸了货之后 卖给国内的这些经销商 然后 他就得了信了 他们一帮人 就是做这个批发的 他们一群人 以这个河北省的人啊 为主的这批人 这批人 这当中很多我也认识 他们就说一块咱们看看去 他们也害怕被坑 是吧 怕这里边有什么偷手 有什么手脚 去了 去了之后别人吧 人家怎么觉得 怎么觉得这事 不靠谱 没有这种便宜 因为那个价钱已经很离谱了 人家看了看 人家回去了 结果这个人吧 你看他不地道吧 他呢 跟大家伙一块去的 大家伙一块得出结论 说咱们不能跟他做这生意 他呢 就动了歪心眼 他说 这笔买卫能挣不少钱 利润是暴利 他呢 就瞒着其他人 撇开其他人 他又单独回去 跟那人交易了 那人说交易行 本身我这是走私的 违法的 是吧 这种叫东北话叫一把一粒整 一把一粒整 是吧 把把清 这种生意没有赦账的 因为他不是合法买卖 做完这笔买卖 你把货提走 是吧 这个钱货两清 你给我把钱交在这 你拉走你的货 之后咱俩可能 以后谁也不认识谁 见面都可能装不认识 因为双方都不是那么合法 他觉得捡了便宜 他就去了 他也看了一些货 他这一拉可不是拉一点半点 上千桶 甚至几千桶的拉 他觉得占了便宜了 把钱交了 当然他也验货了 他也不可能不验 打开看 哎 这油没问题啊 这就跟有的假币似的 是吧 看着是真的 等大规模 大量交易的时候 就开始做手脚了 就利用人的贪心 人的不地道 结果拉回来一看 那当中就给他看的那几桶油 没毛病 底下全是油 剩下的全是水 他那一笔 就赔了 具体不知道 可能他说过 我忘了 后来他又被骗一次 被一个怀柔的骗子 说是叫祥云百货商场 那会儿不有个私企 叫祥云吗 中关村一带 有什么四通 祥云 什么两通两海 京通 四通 柯海 京海 还有什么祥云 什么祥云国货 打着祥云的旗号 在怀柔 也坑了他一笔钱 后来还是我给出的主意 我说马上 我说带上咱们的人 打着车 去要去 后来打着小面 两辆车 去了七八个人 要 给了一部分 但是当时给你拿点钱 给你打发走了 你再去 人找不着了 再去也不给钱了 你没办法 过完年了 那春节前 大家还记得吗 在中国 每到春节前 就是诈骗的高峰期 骗子都出来了 后来这个人啊 我还是 他还欠我一笔钱 后来 欠我一笔钱不给 他也找各种理由不给 后来我就跟他翻脸了 翻脸之后 我带了三四个朋友 反正就是都是小伙子吧 反正也没进他的院 在门口一站 我进院 后来他一看这架势 他把钱给了 其实那个人没多横 其实很多人都是指老虎 外强中肝 就是能欺负你一下 就欺负你一下 能坑你一下 就坑你一下 能咬你一口 就咬你一口 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弱肉强食 就丛林法则 就是在中国的生意场上 守规矩的人 本分的人 想着长久的这种细水长流挣钱的人 有 但是不守规矩的也挺多的 就我说的就这个人 而且这个人吧 还很狂妄 很狂妄啊 其实从93年我就自己做生意了 后来呢 也当然也跟一些朋友合伙过 也有过一些不愉快 也有被坑 也有翻脸 翻车 都有过 也就是到 到哪年 到97年 我就有自己的公司了 对吧 因为跟谁也不能长久 是吧 我没有自己的营业执照 自己不是老板 就很多事受制于人 这个 我是深有体会的 后来呢 我就自己开公司了 他又给我打电话 最近忙什么呢 我没事做点买卖 你看他这说人话吧 话里话外就特孙子 就是瞧不起人 他说 那个 你现在给谁干呢 明白了意思吗 他说我还给人当伙计 我从92年 我就不当伙计了 我就给我自己干了 对吧 但是我用你的营业执照 比如说给你交点税 给你留点利润 是吧 咱们算合伙人 或者合伙 某一笔具体生意 我也早就不挣有数的钱了 那会我有自己的公司了 他就说 你给谁干呢 其实我很厚的 其实我完全要是 那种恼羞成怒 我还有 有一定的胸怀 我不跟你一个 女人过于计较 是吧 其实你干了多少 就丢人现眼的事 是吧 你老公 给你们家的亲戚 小女孩 没两天 就 是吧 苟且 是不是 所以我说人啊 人还是要 怎么说 别干亏心事 当然有人欺负咱 咱不干 我这个人啊 也不怕 说有人欺负我 绝大部分情况啊 我不敢说所有的 绝大部分情况 有的是我忍了 大部分情况 我是不忍的 真的 不管是生意上 还是生活中 有时间我也跟大家聊 我也如何跟那些混蛋 做斗争的 如何跟他们 给他们教训的 是吧 就这个女的 是吧 你 你自己老公 是吧 跟你们家那个侄女辈的 是下一辈的 是他们的晚辈 他们当年就比我岁数大 就得有个三十岁 甚至还多了 现在他们应该六十多了 对吧 他那老公 是吧 还有他们 坑我 坑我 每一个大桶油 三百六十斤 抽走我十斤油 后来我这人是这样 名人不做暗示 我前两天聊的那个 那个人借我钱 借我钱不还的 是吧 之前我给他花了不少钱 我们上外地旅游 都是我掏钱 吃饭都是我掏钱 但是你跟我借的 你不还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委托一个朋友 也跟他认识 转给他 他也没给我 后来 后来邻居之间一聊天 他还欠好几个人钱 都过那么多年 他也不还人家 钱不多吧 丢人 这叫光屁股拉末 转圈丢人 起码在我们那个 熟人圈子 这人就彻底臭了 当然有他自己可能不觉得 嗯 我这个借了谁谁钱 没还 我就占了便宜了 那是你臭不要脸 对吧 你看正常人 你欠着人钱 借着人钱 你不还 你这就不叫个人干的事 知道吗 这个人也是 这个女的 还有那东北那男的 我当他们俩面 问过他们 问过他们 我说 有人告诉我 有人告诉我 晚上 我不在你们这 我回家的时候 你们偷偷的 从我那大桶油里边 没桶抽我十斤油 有没有这回事 就这女的啊 其实人啊 说不要脸 说不要脸 是给自己遮羞布 因为他为了钱 为了利益 或者为了男色 女色 他不要脸 其实 他心里边明白不明白 他是亏理的 他也明白 我现在还记得 当我问他的时候 他脸红了 他脸红了 对吧 后来他们俩内部又掐 他把那东北人挤走了 最后那买卖 成了一个人的了 好吧 就说到这吧 这都是过去的事啊 我可不是说 恨谁 恨得牙根痒痒 牙根疼 是吧 然后那个 斤斤计较 没接没完的啊 那种小肚鸡肠的啊 这过去的事了啊 我是把我过去的生活 过去认识的人 经历的事 读过的书 做一个全面的回顾 谢谢